Hello 大家好,我是下巴仔 來到我最喜歡的秋天 今次我們不再躲在身內找食物 反而去了一間有得身外用餐的泥爐烤肉 最近好像很多人都迷這些泥爐烤肉 我自己做第一次試 所以也想將今次的用餐體驗拍下分享給大家 上小紅書的時候,看到這間寒度泥爐烤肉 最吸引到我的就是我剛剛所說的用餐環境 對於室外烤肉,下巴仔有種情意結 而且覺得整個風味更正,更地道 雖然這裡不是主打任食 要逐樣逐樣單點 但看起來款式也很多 所以就引了我今天去到八卦領店 試一試它 這間分店的位置都非常方便 它是位於三個地鐵站的中間 出了站後,走大概七至八分鐘就可以到 而對於下巴仔這麼懶惰的人來說 我當然是選擇在羅湖直接叫車 都只不過是二十元人仔 位置是多方便 坐下來之後 我們就馬上搜索桌面上的QR Code 下單 一起來看看這個菜單 其實肉類真的佔了大多數 所以對於肉食愛好者來說 真的是一個福音 超級大牛扒已經夠吸引 另外它也有推介招牌五道菜 例如黑椒牛頸隻 鼻製肥牛 黑豬五花肉等等 剛才提到的招牌菜 都是屬於19.9的類別 而這個類別 裡面還有很多其他肉類和海鮮 而9.9是燒肉的黃金搭檔 即是配菜 好像生菜、菇類一樣 之後還有一些涼拌菜、煮食、小食 給你選擇 而飲品呢 當然是酒類比較多 夏巴仔平時比較少喝 但今天這裡這麼好感覺 當然是很有興致地 點了一支冰凍的大青島 和朋友一起暢飲 讓大家看看我們點了什麼 這裡也有跌出一個叫做餐位費的收費 6元一位 已經包含了所有紙巾、餐具和醬料費 在內地來說這些收費是很普遍 加上它的調料巴也非常有誠意 都有15種 想做乾碟的話更加有5種粉的選擇 拿完打算回到位置 看看一下 眼尾熟到旁邊熟熟大火 教哪科呢 原來店員在加熱的泥爐 這個肩是厲害 放上桌子之後 我們燒了兩個多小時 還是很夠力 可想言之 站在這個位置有多熱 所以我都急急走開了 其實主要都是因為肚餓 這裏上菜速度也算快 我們回到位置的時候 食物已經上得七七八八 拍一拍引誘一下大家 加上這個用餐環境 可不可以叫做充滿東北烤肉的風味 雖然當日天氣味道很涼爽 但它那幾把大風扇都非常強勁 所以坐在外面燒肉完全沒有問題 當然如果你是怕熱的話 室內都有很多座位 乾淨站地 當你看牆上的裝飾 和聽著大大聲的音樂 一樣很有氣氛 開始燒肉了 我們先用這塊大牛扒打開座幕 燒這個時候真的很巧技巧 火候要掌握得很好 也很巧功夫 吃起來肉味很濃 很適合一大班朋友一起分享 之後我們轉成一些簡單的 易燒的肉類 先來牛舔 一份有五塊 它的口薄度我覺得是剛剛好 入口是爽口大牙 不需要再點調味 我已經覺得很棒 另外我們也點了很多 調味道的肉類 這個叫做燕拌五花 裡面有很多芫荽和洋蔥 五花肉本身充滿油脂 加了洋蔥芫荽之後 吃起來不會油膩 而黑椒牛頸隻其實也挺好吃 但黑椒不是很濃的那種 反而是清淡的 但有一點辛辣 海鮮方面我們就吃了這個魷魚 已經調味道了 這個真的怎麼燒都好吃 我最喜歡燒到外面有少少少乾 焦焦脆脆的更加正 而蜜魚腸呢 是比較少見 咬下去蜜汁的味道是很香濃 如果它可以厚切一點 大塊大塊這樣吃就應該會更爽 這兩個是我們貪得意叫的 分別是石子大香甜玉米 和石子太陽蛋 它深深的造型非常可愛 特別想賺一賺他們的員工 店員每個都很勤力 會主動在這裡游走 除了上菜速度快 更加會主動幫你換油脂 這個下巴仔評分 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而我現在都看到 它在大眾點評和美團 都有出一個88元的二人餐 雖然它本身不貴 但這些套餐真的性價比很高 大家看完下巴仔之後 記得把握時間 趁著抽高氣爽 來一次室外烤肉 如果你喜歡下巴仔的 飲飲食食分享 記得要訂閱這個頻道 那你就可以看到更多 下條片再見 拜拜